来看看就是蒋万安送给大家的新年贺卡 台北市长蒋万安送给议员的新年礼盒 打开来就有这张卡片 但是现在这张卡片惹出了争议 惹出了什么争议呢 原来有议员发现你看 里头这张新年贺卡上头不只有蒋万安 还有他的太太还有这个小朋友 用的是蒋万安全家府的合照 签名也是家庭成员全部一起签 那结果了绿英员就指引了 讲话你是不是用公帕自肥 自己宣传你自己家啦 宣传你老婆宣传你小孩 对此呢北市府回应说 贺卡市蒋市长自掏腰包付的钱 再加上因为三宝马上即将出生 所以希望借此分享喜悦 台湾灯会回微23年回到台北市举办 这将会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场大型活动 所以在贺礼的部分 我也就是希望主要能够推广 我们台湾灯会在台北 然后所以选用了我们这次灯会周边商品的 光源兔和饼干礼盒 那我也在春节期间即将迎来三宝 所以在贺卡的部分 就是我个人的心意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喜悦 所以希望透过这样推广 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一次台湾灯会的行销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在热耐大推的是社会住宅 但是A.O.O.这个社会住宅怎么会出包连连 甚至遭到议员怒哄 赶攻抢阵机 现在问题一罗筐 其实去年才刚刚风光启用 那壶行善设宅 踢爆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墙 那那一墙破了一个大洞 还有多处全部都是裂痕 施工品质实在是太烂了 甚至有多位的住户发现受困电梯里头 电梯根本不走了 炸坏了很多人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任内打推社宅 卸任前更被炮轰抢攻赶攻 当作大内宣 去年12月内湖行山社宅开始点交开放住户入住 但才一个月左右就出现这种情况 新住户好尴尬 天花板一道长超过三公尺的街缝 就快裂开了再走进厕所 像这一种壶子 就这个啊 就这个不太擦得掉 一户花470万 这个是有一点点这个不太好 侧间排水沟旁全是水泥 房间墙壁也担心出现剥落情况 住户还担心会发霉问题一箩筐 现在一直有剥落的感觉 为什么会发霉 阿嬷很怕 阿嬷不敢坐电梯 她就是怕我困起来 就好像很多次没有打开吧 她说叫保险带她上台 设宅缺失 问题一个比一个离谱 还有住户爆料 墙壁出现一个破洞 整根手指头都能放得进 还有水管接缝处破裂渗水 军列程度 感觉天花板都要塌下来 但是柯市府规划新建 48处设宅基地 新建成本高达780亿元 平均一户就要470万 但是品质堪率 整个社会住宅 耗值不算土地成本 光工程成本 就已经将近800亿 如果你真的要说密保的话 这个是65倍新竹棒球场 那都发局在验收的时候 到底是怎么验收的呢 那这样不是有点像 商品诈欺的行为吗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在 配合住户的时间 能够尽快完成 短短一个月 行山社宅已经超过 300户通报修缮 案件数高达2245件 柯文哲卸任前 赶收毕业礼物的结果 恐怕得让新任市长擦屁股 记者黄明居 网站台北采访报道 行山社宅我们的确看到了相关的报道 所以在昨天的市政会议上面 我也要求独发局即刻的 第一来解决我们现在住户相关的问题 第二我们也要提出这一次 为何会发生相关的缺失 提一个专案报告 第三我们也会在未来 要求社宅的新建 确保在施工还有验收的机制上面 避免这样子的事情再次发生 好 副总统赖清德呢 在18号正式接任民进党的党主席 今天的中国时报头版焦点 就在讲这个焦点 他的两岸论述啊 当然引发了外界高度的关注 因为他很有可能是2024的 这个热门总统参选人之一 那他到底两岸论述会用 什么样的一个基调呢 尤其因为赖清德过去 不是曾经形容自己是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吗 好 大家就开始 被外媒也解读成 伤害已经造成了 更激化美国对台海关系的 一个非常的担忧 形同美方出现了 依赖论 不对此赖清德这个 这回把焦点放在 务实而不是台独 强调自己务实的认定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没有再宣布台独的必要 赖清德更改抗中 大改了抗中保台的一个说法 改喊的是和平保台守护台湾 被解读就是 向美方来灭火 好 当然同事也关心了更多焦点 先带您来直击 我怀抱着戒胜恐惧的心情 接任民主进步党第十七届党主席 台独金森赖清德 接任民进党主席 只是他身上务实台独的标签 继续挑起中美两方的敏感神经 务实的认定台湾 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 赖清德把焦点放在务实 但外媒对于台独这两个字耿耿于怀 英国金融时报标题写着 台湾总统候选人引发 美国对大陆紧张局势的担忧 俨然出现美方依赖论 报导内容更写着 外国至今对赖清德的印象 是他曾经形容自己是台独工作者 虽然加了两个字务实 但伤害已经造成 改掉抗中保台的说法 赖清德改说守护台湾 更用谈话强调四个坚持 菜归赖随 再加上他反对疑美论 一步一步都像是在对美方灭火 是大玩两面守法吗 尤其赖清德的和平保台 被认为是对两岸立场转向 不过也有绿营大佬认为 赖清德是在扩大保台的概念 赖清德的这个立场 跟所有的民进党的政治工作者 完全一样 但是一直给他抹黑抹黑 糟糕了你这个样子 老妹不原谅你 老公不原谅你 这个是蓝的一厢情愿 赖清德的两岸论述 被质疑见风转舵 绿营自家人忙着端正试听 毕竟两岸新论述 攸关着赖清德的总统大选之路 解许致名声友台北报导 好 赖清德就任的民党党主席 外界分析民党的内部 可能斗争即将要开始了 好 正要开始而已 对此前任委沈富雄就说 赖清德现在就像是 嘉庆跟道光 这样是救不起来民进党的 现在民进党跟国民党的支持 都是死亡交叉 赖清德就是因为民进党 现在整个体系是这样 所以他很辛苦 而对于2024赖清德 是否会有机会 还有机会呢 沈富雄最后更强调说 赖清德不至于到没有机会 但是如果不下狠手的话 就没有机会了 好的确内阁改组 今天也要先排 行政院长苏建昌18号 在屏东被问到 部分内阁改组名单 已经外流时表示说 关于内阁如何调整 他跟总统都有讨论 那在19号就会知道结果 请大家耐心的等待 跟着了解 总预算案在傍晚前 可以完成三读 三会之后 蔡英文总统将跟苏贞昌来见面 对葛奎 还有相关的人事案 做最后的确认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 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营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